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投顾林鸿向 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 赢家应对 路遥芝麻利日久见人心 今天是10月19号礼拜三 台股今天上涨61点 所以9283点量能721亿元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台股算是量价齐航 虽然这个量只有721亿 但是算是近期的大量 因为昨天礼拜二 量能是627 礼拜一是611亿 所以今天的量能算是 比这几天都来的大一点点 好这不是重点 投票今天是礼拜三 在礼拜三礼拜二礼拜 在上个礼拜之前 市场偏空的言论非常非常多 那以今天收盘价为基准点 我想很多人可能会认为 哇今天真的会来到9200多点 今天的高点来到9298点 将近9300点了 好各位亲爱的投票 我这样讲好了 抽的股票每个人都会对 也每个人都会错 而是你在什么时间点 你做什么样的动作 它对你的影响性是多少 好 在市场本坡台股的最高点是 9327点 那一根中藏黑 好那一根杀下来883亿 那一根K棒有没有杀伤力 我说有 那个不用睁眼说瞎话 但是它是不是会反转讯号 它不是 因为在10月11号 礼拜二 10月11号之前 也就是在10月初 那几天它是动面板骨 动游戏机 动太阳能 所以它并不是动一个主流类骨 所以它不太可能有多翻空 因为你要有多翻空 你要拉高出货 你要把货出完之后 才能够有多翻空 那我只能说 那一根K棒有人在卖 这事实 这个没办法真眼说瞎话 好 卖完了 然后就台股开始跌 跌到上个礼拜五 好 跌到上个礼拜五市场 偏空言论蛮多的 因为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打低下来了 快要面临到季线的八位战 我们告诉大家 我说我的持股有降低到50% 好 这是事实 但是我并没有做空 我并没有做空 是因为时机点 目前不适合做卷空 因为 现在已经10月了 接下来 11月11号 中国大陆双棍节 接下来所谓的 欧美地区最大的消费旺季 不管是感恩节 还是耶旦节 还是中国 中国农历年 事实上整个应该是说 传统旺季的即将来临 你在这时 你去做空 几率事实上 并不是很大 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告诉大家 我说持股降到50% 那我以礼拜五的高点跟低点为基准点 好 高点 9216点 站上去 我就鼻子摸摸 股票重新买回来 所以今天我们股票又重新买回来 好 跌破上个礼拜的低点 9149点 那我就会买进750反应 好 一切成败的关键在礼拜一开盘价 礼拜一的开盘价 9150 他站上9149 虽然只站上高一点 他就站上 开盘价9150 没有跌破9149 站上一点 收盘价9176 而且下领线是实铁两倍 所以他有人在做防守 昨天利用偷拉尾盘 站上9216 我说偷拉尾盘并不是一个 太大门走正路 通常我对这种 偷拉尾盘的控盘手法不是很认同 那我觉得你要嘛就是开大门走正路 你才能够吸引大资金部位的人来 当然你偷拉尾盘也有可能是因为 上面给你下达 你一定要给我站上 使命必达 上面既然有交代盘中 攻不过去只好偷拉尾盘 用比较我们讲的不是正统的方式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说接下来走势会如何 取决于所谓的昨天美国股市的走势 如果美国股市的走势是涨的 不管是大涨还是小涨 台股今天会拉出一根中长红 如果昨天美国股市是大跌 那台股今天会进入盘整盘 收盘的你看到道琼 老师道琼涨75点 那是打仗44点 所以你应该知道 今天会拉出一根中长红 所以哥先投票 今天我拉出一根中长红 有 好 那投票 我绕了一圈 我开始要回答我想讲的 我今天想跟大家去聊 资本市场 你可以看多年 也可以探空 说真的 那没有什么 你听我节目那么久 不管是三个月半年 一年两年三年 我看错最离谱的一次 就是在今年的三月 三月那时候 我大盘8840 我有去做卷空 然后跌到7999点 反弹8500左右在空 突破8840 我设定数 我大概看错350点 好 每个人都看对跟看错 投票 为什么可以绕这一圈 是因为昨天 我看到新闻媒体 在报道 Tesla电动车 好 因为 德国 德国 欧洲最大的 应该是说 目前最有实力的国家 德国 他禁止 Tesla电动车 无人驾驶 所以 Tesla电动车 股价开始跌 好 那 我要是不是跟你聊 这个新闻 一定有我的理由 跟意义 Tesla电动车 我不晓得投票 你知不知道 目前Tesla股价 大概多少 我跟投票人报告一下 大概是190几 190几 是多还是少 这个当然用190几 好像没有什么一个具体的概念 他之前的高点是269 哇 269跌到190几 老师 跌幅将近是25%到28%了 没错 所以Tesla电动车 这一波股价拉回将近 多少 刚才告诉大家 大概是25%到28% 没错 Tesla电动车 好 那投票 我再跟你聊一个很基本的概念 你如果对技术分析 美国 我不是说我的判断 美国 以道士理论来讲的话 道士理论来讲的话 如果你从高点跌到低点 跌幅 如果超过20%到25% 那就形成所谓的空头市场 这是道士理论 这不是我讲的 那也不是我去评断Tesla电动车 好 那投票 Tesla电动车在最高点269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在今年的4月左右 那时候Tesla他推出预购车款 你花1000块美元 你可以预购 接下来他要推出来的 Model 3 我忘记了 Model 3还是什么 会记得吗 所以那时候让什么市场 把Tesla电动车 拱到吹到转坡 好像你没买 Tesla电动车 相关族群概念股是错的 我记得那时候市场 在炒作3665的 3665的F茂莲 F茂莲从4月的227 到今天的155了 老师茂莲 F茂莲跌那么深了 2231的维生 从那时候4月的高点 428到今天的305 老师 维生跌那么深了 那时候的核大 173跌到今天的127 老师 核大从173 跌到今天127了 352的同志 从当初的595跌到今天的445 好 投票 这是 3月 4月那时候市场最热门的 Tesla电动车 好 我记得在Tesla电动车 那时候拉高到269 我们告诉大家 我们不顺认同 因为它有点 利多不涨 有点在利多拉高出货的味道 我记得那时候在8840 我们看空台股 我说台股目前只有Tesla电动车 跟所谓的虚拟实境干领股 两个主轴在撑起台股 在3月底 4月初 我说你要用这两个小族群 去搭动整个台股 我说实在话 它的全职太少了 所以它没办法去撑起台股 未来的基本面 所以那时候台股 从8840跌到7999 那是我看空的依据 老师 你为什么还记得 现在已经10月了 4月的事情 你为什么到现在 你还记得 很简单 如果一个人你讲的都是实话 你就知道你那时候会做什么动作 股票不是这样子吗 你看到一个现行 你大概知道你在什么时候会做得多 你看到这个现行 你大概知道什么时候你会去做空 你看到这个现行 你大概会知道 你在那个时间点 你会做什么动作 那个是不会骗人的 除非你是最高杀低 你是忽多忽空 不然你的买卖空谱点 一定有它的逻辑 就是说我这个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我会买 我会做多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我会做空 你一定有一些既有的条件 你会去做相同的一些判断 所以现行它也许会改变 但是四二你回头去看 诶 诶好像真的诶 老师你那时候讲的是 Tesla电动车 你讲的是真的 我不是讲的真的是真的 不然你可以去YouTube 去调我过去的 的影片或 那个 资料 把它调出来看 我记得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 我们说那时候 那叫反弹逃命波 我们说不管是 和大也好 维生也好 同志也好 我们那时候来举例什么 4174的浩顶 浩顶现在多少钱你知道吗 老师 现在谁知道 谁知道 你根本就不会在乎4174的浩顶了 但是当初多少在700多块 跌下来600多块的时候 有多少人叫你抢反弹吗 现在浩顶已经336了 当初浩顶在600多块 700多块的时候 每个人说到脱口中 说到半天正地了 跌下来的 有投顾老师会帮你追踪吗 不会嘛 这是投顾嘛 投票 这是投顾 这是一个人吃人的市场 这是一个 什么东西 你会说的 既爱之又恨之 又爱又恨 你会对投顾老师会觉得 当这个投顾老师让你赚钱的时候 你会把他捧半天 当这个投顾老师让你赔钱的时候 你会把他 干掉 然后把他 批嘴 之类的 我觉得人都犯错 我常会在节目中去告诉大家 我在今年三月做空的事情 然后被嘎350点 请问一下350点 你能不能接受 如果350点你没办法承受 那你就退出股市好了 我讲的是事实 真的啊 350点你都没办法去承受 那你就跟这个市场 说拜拜 好的 讲这句话很讽刺的 这是事实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完全一点不错 基本上 我这样讲 我觉得老天队友还算蛮眷顾 或眷恋的 或队友还蛮照顾的 我会错 我不会错得太离谱 那我修正速度也很快 那我也不会去执着 我也不会去跟你硬老 那你在这本市场 你一定要去找到 你能够去承受的某些的 某些的风险 例如说3% 5% 10% 15% Anyway都可以 你要去 去找出来 能够让你去承受的 如果你可以承受 那你就放手一搏去操作 如果 3% 5% 10% 你都没办法承受 那就说真的 你就不要进股市操作而已 够贪心而已 说实在话 那我很高兴 我也很感恩 也很感激 老天爷让我有学到真功夫 我昨天很好吧 昨天晚上我突然 突然因为某件事情 我在等人就对了 那在等人很无聊嘛 你就在滑手机嘛 一般人 现在大部分人都是嘛 那在等人过程中 我在滑手机 我就突然看到我 我股票的老师了 我学技术分析 大概拜师学义 学2、30个 那真正影响 我的说真的 这2、30个 真正影响我 看盘技巧 大概5、6个 你还会不会跟你的股票老师联络 我会啦 那我就跟一个股票老师在Nine 然后谢谢他 从我跟他毕生的所学打开我比较的视野 老师真来假的 真的 那这是A老师 那昨天 B老师也有传来B老师的讯息 那大家就回简讯 回Nine 回一回 我绕了这一圈 我绕了这一圈是说 特票 你要知道你在资本市场 你想要的是什么 每个人都想赚钱 我也想赚钱 每个人都想赚钱 你有没有真公布赚钱 或者你能不能忍受人家震荡洗盘 对 那过程 能够去忍受 能够去克服 那你就有机会赚到钱 你没办法去忍受 你没办法去克服 那讲难听没 就是最高杀地的大散户而已 人都会错 那把你能够承受的挺准点设定 就像我现在看到有什么族群 老师 双镜头 双镜头今天最近什么最强 今天双镜头最强的是光药科 3428光药科 今天来到54.7 爆出5108张量 对光药科我们有多大意见 我告诉大家 我在9月30号 9月30号那一天 我就已经拉高获利老节若带尾安 我就告诉你 我的获利老节若带尾安 现在市场在刚才炒作双镜头 那我一直看好 其他个股并没有卖 那我今天想聊的 市场会慢慢去认同我们的说法 认同我们的观念 我说双镜头在iPhone7采用之后 其他的接下来的手机慢慢会变成一个基本的标准配备 这个你可以来验证 在今天双镜头涨 我也告诉你们 我看好双镜头 在双镜头底的时候 我也看好双镜头 咬对了 看对了 你就狠狠包他一个波段 也许赚三成 也许赚五成 也许赚一倍 那个才能够让你致富 你看到很多投稿老师 整天只是在讲 知识涨停满的股票 有时候我都觉得 好奇问一下 你会相信吗 有时候我都觉得 哇 港湖也很厉害 真的 有时候看到这些投稿老师 港湖也很厉害 我都觉得 哇 自己很汉颜 人家为什么股票能够智智涨停满 我没办法 好 我现在来看好什么 老师 太阳能干领股 碳能基本上我看好 但是我看好程度没有双镜头来得那么高 我看好太阳能 但是我对太阳能的关注焦点 没有双镜头来得大 我对双镜头的注目的焦点 关系的程度 远远大于太阳能 为什么 留待礼拜六跟投稿老师做解说 但是我并不会去轻护太阳能 是因为我们现在在修电业法 不管是我们的行政院院长林全 或者是我们的总统蔡英文 都对外信誓旦旦 在本会期 或者是在接下来的修法过程中 会去修电业法 会把绿能电 绿色能源 绿能这一块 接下来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主軸 也就是说我们既然要费核电了 既然你要费核电 那当然你就是要走绿色电源 那这是我们国家未来政策 不管是政策还是立法的方针 它就是往那边倒 所以曾跟告诉过大家 你选国逻辑应该是什么 还记得吗 忘记了 忘记就自己复习一下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 政策 法力的变更 这个希望你可以去留意 我觉得像那种产品的推出 我觉得那都还好 你说iPhone1 iPhone2 iPhone3 iPhone4 iPhone5 iPhone6 那就没什么 说真的 那就没什么了 你说宏达电 它推出很多手机 那就真的没什么 但宏达电为什么 现在股价能够称在将近 90几块这边 很简单 因为跨时代变革 它推出一个跨时代的虚拟实境 那我想跟大家聊的 你除了知道跨时代的变革之外 虚拟实境之外 去年这个时候 大家没有人看到宏达电的虚拟实境 那为什么外资线已经把虚拟实境的 它的宏达电这台机器 从当初的几十万台调高到一百二十万台 如果这个逻辑可以接受的话 那你要留意什么 扩真实境 大家现在都在讲虚拟实境 那你要留意的就是 扩真实境 对啊 你不需要跟着市场的脚步去走 至于今天市场比较讲的 游戏机概念股 我的看法 今天10月19号 通常寒假 游戏机概念股会动 通常寒假是游戏机的大旺季 这个你知道 今年农历过年是在1月 所以基本上 12月1月游戏机会动 理论上是这样子没错 但是今年的应该是说 热身闹的事情闹得太大 闹得沸沸扬扬的 热身这个事情闹那么大 会不会让今年大家对游戏干领股会 有点停看听 我觉得会有影响 所以今年的寒假 11月12月游戏机概念股 涨幅会不会像去年来的那么大 我个人持保留 这个关系很简单 就像生机类股经历过机压 经历过耗顶 你说生机类股现在会大涨吗 不会啊 你说那种所谓的生药概念股 新药概念股 现在已经很少人买了 你说如果它是一个医材 或者是说那种 学民药好了 你说那种成药或者那种医材 医疗医器 可能会有人买 那如果说你是那种新药的研发 大家就比较 评估一看看 因为经过基亚跟耗顶 大家就对新药的研发 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不是吗 这个你可以理解 但今天有两个族群有在动 特别人可以去留意 一个是一三的硕化类股 一个是一七的化工类股 今天这两个族群带领大盘 开始在这边做强劲的做反弹 好不好 那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02257056 公司目前有个优惠活动 希望你好好把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礼拜六早上 我们在中立 这个礼拜六下午 我们在台北有投资讲座 欢迎所有投资朋友 预约做报名 那我常常讲一句话 我林红相 一定是你投资路上 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不管你是要参加我们的家族 还是你要来 听讲座 礼拜六早上在中立 礼拜六下午在台北 都欢迎你拨打电话 好不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再度回到 优质节目现场 我是亚洲投资 林红相 下轮大概剩下四分钟 我们简单 二要复习上半段的内容 今天收盘价 9283点 如果我们把时间 拉圆来看 它也是一个盘整盘 还是过去我们所讲的 这个盘会盘到天荒地老 海枯石烂盘到 深处五眼油 关盘的重点不是在台股 关盘的重点是在美股 我们在9月24号已经跟大家沙盘推演过了 所以 有空的话你要去看美国股市 我还是那一句话 台湾股市不会脱离全球股市 自己走空头 今天你要让台湾股市 因为我们是一个出口型的国家 所以我们一定我们的经贸益准度 是跟国外整个连带的息息相关 既然我们的经济是跟其他国家 经贸结合连带的息息相关 那我们就不可能自己有多反空 很简单的关联而已 好 那所以你看台股 基本上你要去看美国股市 你才能够见数又见领 这个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 英文单字的watch跟look 你要远远的watch 你要远远的look 大方向不要太偏你这个轨道 但是你要很专心的watch 你才能够在小细节过程中 你才不会犯了追高杀低的大毛病 好不好 那类骨 我的看法就是在双镜头 我的看法就是在太阳人 至于今天一三塑胶类骨有动 今天的一七的化工类骨也有动 这个你都可以留待未来 慢慢去做验证 那现在市场已经开始慢慢认同红达电了 那我的看法跟昨天讲的 如果现在市场认同红达电 那一年前大家不认同红达电 不认同虚拟实境 所以现在你留意的不是在虚拟实境 你要留意的是在扩增实境 天花一组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昨天我们告诉大家 Sony的PS 相关概念股 短时间筹码已经有点凌乱了 请你不要再去追了 这些PS相关族群概念股 不管是6412的群电 它昨天来到51了 今天来到52 然后开高走低 结果收盘49.1 没错 已经开始筹码这边已经有卖要出来了 因为50块 100块 200块 500块 这种都是整数关卡 它会进入做震荡 6115的益胜 今天高点来到47.5 所以它已经快要逼近50块了 也是开高走低 收盘价45.2 6209的金国光 也是开高走低收黑K 今天23.85 所以金国光在上个礼拜 我爆出霸量之后 它就进入做横盘整理了 3338的泰塑 好 那今天也是开高走低收黑K 所以我的看法 PS Sony的PS相关族群概念股 筹码有点凌乱 也许它未来会涨 但是可能必须经过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的整理筹码沉淀之后 它才有可能继续往上做攻击 所以你不需要在这边做最高的动作 那我的看法 比如说 进股市的目的是为了赚钱 你进股市的目的 不是要证明自己多厉害 如果你进股市的目的 很简单就是为了赚钱 那就请你掌握产业透明度最高了 那就请你掌握 今年在其他手机 几乎都会采用双镜头的情况之下 双镜头这个议题一定会去引爆的 所以我的管节盘讲完了 那如果说你要赤足群 今天的一三类骨或者一七的 一三是塑胶 一七是化工 今天两个有点温水煮青蛙的现象出来了 好不好 那想带情况 我们就留待之后讲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02-2570-5657 老师你怎么突然讲那么慢 因为电话要讲得比较慢 你才容易操 02-2570-5657 这个礼拜六早上 我们在中立 这个礼拜六下午 我们在台北有投资讲座 欢迎所有的投资朋友 预约做报名 好不好 那如果你想寻找一个专业诚信负责的团队 我李红像一定是你投资路上 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最后祝福你操作顺利 我们下次见 拜拜